美国冠状病毒疫情最新报告 资料来源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30号下午2点34分 北京时间5月1号上午2点34分 美国确诊病例103万1659例 美国死亡病例6057例 美国确诊病例最多的前10周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30号14点34分 第一纽约294715例 第二新德西州116264例 第三马萨诸塞州 60265例 第四伊利诺伊州50355例 第五加州46500例 第六宾西法尼亚州44366例 第七密西根州40399例 第八佛罗里达州32318例 第九瑞士安那州27703例 第十德州27054例 美国死亡病例 美国死亡病例最多的前10周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30号 14点34分 第一纽约22759例 第二新德西州6770例 第三密西根州3670例 第四马赛诸塞州3405例 第五伊利诺伊州2215例 第六宾西法尼亚州2195例 第七康涅州2168例 第八加州1887例 第九路易斯安那州1845例 第十佛罗里达州1218例 美国东部时间4月29号13点15分 至4月30号14点34分 美国疫情减评 美国新增确诊病例 26585例 美国新增死亡病例 2558例 美国新增确诊病例 和新增死亡病例 较昨天都有所上升 新增确诊病例 较昨天上涨了 2757例 新增死亡病例 较昨天上涨了 317例 我们周一到周五 美国东部时间18点 北京时间6点 更新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 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这样您就可以接到通知了